京都 一个拥有浓厚历史文化的千年古都 身在如此美丽的古城市里 怎么能少了一套漂亮的和服呢 最旅速这次来开箱清水寺附近 CP值很高的和服出租店 带大家看看疫情后的清水寺和周边街景小吃 途中还有一些意外收获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我们这次是搭京阪县 然后我们刚刚是从清水五条的地方下车 然后车到这边大概是花了15分钟左右吧 那我们现在要先去租和服 然后等一下就可以穿和服带大家看 最新京都到底现在店家如何 街道如何 清水寺又如何 走吧 这次和服的出租 我们选择了钢本清水店 看到店家招牌后 往小巷子里面走 就会抵达店家门口 进入店内就会看到琳琅满目的和服配件啦 因为我们的身高大概就是160 很正常的身高 那它的意思就是说 基本上就是pre-size的都可以选 那M-size就有点小 可能适合比较矮一点的女生 然后如果大家没有特别什么要求的话 其实就可以选这个基本款的和服 其实就都蛮漂亮的 花色也都很多 如果大家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或是要求的话 这个的话费用就是只要3980日元 大概不到1000块台币 好像现在的汇率大概是八九百块元 其实很划算 那这边基本款有配件吗 有刚刚他说那边的配件吗 配件的话就是只有腰带跟小宝宝这样 嗯基本 对然后但是4980的好像就会有那个腰带的装饰 跟比较好看的刺绣内衬 这一件呢就是3980 这件是4980 其实两个都蛮好看的 大家看得出差别吗 你看看 好其他其实有很多花色 我觉得其实差别没有到太大 可能差别比较大的就是一些配件的部分 那我们再去挑配件好了 这个吗 我在这一支 这个 会不会太粉 好像太粉 好像太粉 太淘粉 这样子配 好像很好看的 对啊 那我就这个腰带 好没有问题 现在来选包包了 如果是3980的话包包就是有这些选择 其实 这边基本上你所有配色都可以选到对应的 但是下面也是包包 对啊 诶是软的 我觉得可能要你自己挑 看你觉得哪些放东西放相机比较方便 相机我可能就拿在手上 不然这些好像都放不了相机 可以啦 这很大耶 诶 蛮大的吧 它好像还有更大的 哦 我必须要选下面的 选个最大的 对 选个Porter包 那就是4980 其实这一面的墙都是可以选 然后还可以再配一个底下的这一个 它是挂在腰带上面的装饰 你觉得这颜色要配什么 好像深蓝色或紫色 好像也很肘 好像也不像 那如果紫色勒 诶好像还可以 想说配蓝色还蛮好看的 我觉得这个很好看 真的哦 这个好像很可爱耶 这个吗 不是 我觉得这个 是哦 我好像更喜欢这个一点 真的假的 那你不要弄这个 你再拿它放给观众选 是不是啊 好吧 这个上面有一点很 这个黄黄的我不喜欢 哦 好吧 然后就是如果你加一千块日币的话 就可以选比较高级的方案 那就是可以选这种 精细刺绣的衬衣 就是搭在和服里面 诶 那普通的就是白的 对 就是白的就没有其他的 这个怎么样 这个好吗 不然你就选这个 诶你的竹拉好好看哦 真的哦 看可以这样打开 好好看哦 耶 我觉得插最多的是包包 对啊 还有那个小吊子 除了和服之外 这里也有提供 发型造型服务哦 接下来 我们欢迎 最旅宿可爱的小嘉宾 来为大家试穿海童和服 穿穿这个好 这个好 这个 好啦 这个 可是你刚做了什么事情 那个 我的和服啊 你都和服啊 你学好了 嗯 那等一下穿好帮你拍照 还没啦 对啊 等下穿好的时候帮你拍照 这一套呢就是 3980未睡的套装 然后其实看起来是很完整 没有说少了什么 那我这一套的话就是4980的 那我这一件呢 你这一件呢 你这一件呢 你这一件是小朋友的 应该还是4980 好 那这样的话就是三种套装 其实如果没有要求要特别精致详细的话 其实这个套装我觉得就很够了耶 夏天来看其实就很完整很漂亮 其实多了什么50 嗯 4个80是多这边 嗯 然后还有多这个 有绣花的那一层这样 然后还有刚刚说的包包可以选比较多种 好 好 走路要小心哦 好 OK 其实它这间店最方便的就是你画完盒子出来 就很多很日式的布置可以让你拍照什么的 所以你还不用到外面去人几人 就可以先拍到很多很漂亮的照片 这边一直往上走就是清水寺 清水寺为京都最古老的寺院 始建于公元778年 历经多次战乱及灾害 在西元1633年重修后为现金的样貌 寺院内共有16个大大小小以上的庙宇 其中最为大家所知的就是清水寺正殿 玄空的清水舞台 有139根高数十公尺的大圆木支撑 而且没有使用任何一根钉子 建筑结构巧妙 武法工艺高超 在1994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好 其实可以远远看到啊 那个就是清水寺的那个露台 其实很多人会在这上面拍照 可是我觉得最好拍照的点 应该是就是绕一个摸子行以后 过来的这个小小的平台 然后从这边拍过去是可以拍到 一片风景还有清水寺的全貌 所以这边应该是一个 我觉得最棒的打卡点喔 清水寺过来以后其实这一条啊 道路走起来也是很凉很漂亮 走起来很舒服 然后我们就继续往下面看 下面其实还有很多很漂亮 我觉得可以拍照的地方 文清水寺镇店步行约五分钟的地方 有一家叫Taki no Ya的日式茶屋 日式传统汤豆腐 金昆布汤熬煮 搭配日式酱油 简单美味也吃得到浓浓的豆香 特定季节还会有冰品可以选择 附近沿路也有多家日式茶馆茶屋 在清水寺逛累了 不妨到这里秋一下 穿梭在大街小巷的我们 仿佛穿越了时空来到古代的日本 在二年版街道上 有一间独一无二的星巴克 开在乌龄超过百年的双层古宅中 它还是全世界唯一一间 拥有榻榻米座位的星巴克喔 可能是这里 好 那是什么呢? 是森林的森林 哦 在星巴克我们会有23个表演 首先我们将当笔画面截下 再上传到Google以图搜图 在茫茫的搜寻结果中 终于看到熟悉的身影 点击网址 发现这支笔要价 更好奇的我们便点开底下的影片连结 利用影片标题继续做搜寻 在一篇英文文章里发现作者姓名 搜 此时我们看到熟悉的面孔 真相大白 拜拜 那其实我自己的话是来京都两次 我都是选钢本这一间租店 最主要是我觉得它价格好像算是其中里面最便宜 然后它加头发好像也只需要加500块日币 然后就是其实是非常划算 然后其他间因为包套的话可能都比这个价格高 然后它是有比较便宜跟比较高的价位 然后可以选各自是300套或是600套的和服 我觉得个人选择上算是很多 然后也有很多小朋友的和服 所以如果你是家庭来或者是情侣来 它也有情侣的套装 所以其实它的选择是非常多元 好啦 京都之旅到这边告一段落 跟大家预告下一集的最旅宿 我们会在东京吃 吃 吃 吃遍大街小巷的日本拉面 来做一个东京拉面大评比 所以记得订阅最旅宿 不要错过我们丰富的旅游介绍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